今天要甚至鬥什麼 戰鬥 首先第一個主題呢 是我們每一個男生在 剛開始曖昧的時候 必須要做的一件事是什麼呢 約會怎麼傳 很重要 很蠢難拿耶 不是約會怎麼傳 是約會他要我們怎麼辦 我們怎麼看就對了 其實譬如你約一個女生出來 如果是約會 你看她穿著就知道 她對你有沒有意思 當然啦 有些會他微露性感 就是他要展現他的美 他要吸引你 他一定會穿著那種衣服 是 我們先看見譯 你看看 這個大小差很多 約會喔 一高一矮 大利與小利 請轉起來 轉側面可以幹嘛 側面 A門這個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東西是什麼 對耶 後面有一個蝴蝶結 後面都有一個繩子 禮物啊 約會就是我今天是你的禮物 你在幹什麼 我看不清楚 因為 我看不清楚 我變狗了 我想看個透徹 請問玉琳哥 A跟B 這樣的身影你想先看 這樣子就要決定 實在是有點難 感覺啦 感覺喔 你感覺一下 B好了 因為B的身高跟我比較 合理喔 對 對 不是選 素配的 來 哈哈哈哈 來 歡迎B旅 歡迎B們 喔 哇 喔 大了 喔 哇 你怎麼打不得耶 你 喔 你可愛耶 玉琳哥吞了兩次口水 奇怪 吃光耶 來 蜿蜒請問一下 身材很蜿蜒 159 體重 可愛 體重我現在45 可愛 漂亮喔 三圍式 34F 那夠蜿蜒 然後 434 請問您的星座是 獅子座 蜿蜒 妳約會的時候 為什麼想要穿這一套讚美 就是要展現曲線 然後也要請 是展現飛彈吧 氣質 對 因為其實我穿什麼衣服 不管是什麼衣服 它都可以撐大 都會變形 都會變形 所以不會那麼好看 不用強調 對 不用強調了 所以如果它露出來的話 如果直接露就有點 太多了 對...有點俗氣 所以它穿T恤很麻煩 我不能穿T恤 圖案都會變形 對 對 對 本來跟貓很可愛對不對 變老 所以妳還是在展現自己的 氣質與現場 對 就是把自己最大的優點 優點化這樣子 可是為什麼妳穿這件衣服 去約會的時候 男友會氣到回家 因為我那天穿好衣服 我穿著外套 然後我上車之後 我才脫到男生 他就生氣了 他說你穿這樣是要給誰看 不是給你看啊 不能給他看 他前面都沒有拖 對啊 車上拖他可能 他反而覺得應該撿到寶還是 對啊 他可能有點生氣是在車上拖 不是 應該在房間拖這樣子 不是啦 因為那些禮拜六 MOTEL都客滿 你現在拖我現在去哪裡 這怎麼這麼厚了 怎麼辦 太實際了吧 就把車開進甘蔗園 OK 台北市要找甘蔗園 我跟你講 他的穿搭你們個人講 就第一次約會 如果是這樣 第一次約會這樣 我認為 幾分 沒那麼OK說真的 為什麼呢 我知道他的意思啊 上半身想要性感 因為凸顯曲線啊 下半身想要氣質啊 可是我覺得一年的年紀 穿搭會不會 可以顯得過於成熟 可能我今天妹妹頭吧 哪裡妹妹頭 今天妹妹頭 空氣流海 對 可能我要穿個大流海這樣 對啦 就是 其實有的時候女孩子 反而有的時候穿著過度成熟 對 也許她覺得這是比較安全 其實不用 比如說我們跟你去看個電影 我們穿個西裝打個領帶 你也覺得 太正直 我有壓力 對 因為這個怎麼看都不像約會的衣服呢 你不覺得嗎 那不然這像什麼衣服 我會喜歡 這很像燭光晚餐啊 什麼服 我會去吃 什麼服 就是說你這個穿的還是 比較嚴肅的一點 對 就是如果說你穿這樣來 我們第一次去約會 我跟你的講話 絕對不會太開放心懷的去 對耶 而且我本來是想帶你去 阿中海產店啊 對不對 你給我穿成這樣 是不是要去高級的產店 我要帶你去那個什麼 東方文華那種 對啊 對啊 我就是要逼人家去 沒有啦 開玩笑的啦 對嘛 去東方文華多方便 還是要請 很順便啊 樓上就是飯店這樣 歡迎 我約會 從你去講你約會 我們也不要再來這一套 我們去吃Rule Service 不錄輸 好 謝謝 來 請坐 歡迎 來囉 來囉 A門等很久喔 臭兵啊 來... 臭兵 唉唷 子三 超可能 你穿這樣去約會 你穿這樣是去酒店 不是 子三 子三你穿這個是 是 約會 約完你要去 隔天 你前天是有打牌是不是 沒有好不好 就是殺他約會 或是熱帶島嶼約會 他這種已經 我都畫面都出來 對 真的你懂我耶 海邊的 晚餐 沒錯 特別適合在墾丁大街 你不覺得我們兩個就是一套的嗎 配到 唉 不用太快 太快了嗎 是啦 這個其實在 因為我常去海島 其實常常看到這樣穿著的 因為其實他這個其實在海島 你看我 海島國家其實已經 算是很正式的一套 嗯 那你個人平常穿著是屬於 比較性感的 還是比較 比較隨性的 其實我這樣子 真的是可以走在台灣的街上的 但是在台灣的街 路人都覺得我 就是 因為 因為剛剛全部人都覺得我是神經病 但是因為是 我本人在私底下走 也是辣妹路線 OK 那約會 來...你過來 來...我們要來決定一下 決定 今天就這兩套 對 一個是手 其實這是海灘這個 算自然風 對... 這個就是屬於 你知道 東方文化風 對... 請問 要跟你約會的時候 你覺得這兩... 就是這兩套雪嗎 這兩套你覺得哪一個比較 對 我可以跟你去熱炒店 滷肉飯 這個衣服是真的 比較多功能 對 預備 1 2 3 各有... 各有所好 OK 為什麼你們會選A呢 我本來覺得這已經算不正常了 然後 A反而更不正常 然後呢 與其選那些正式的 不如選一個特別的 因為我沒看過這樣 我的看法是呼應那個 康哥剛剛的那個理論 如果我跟他約會對不對 他願意這樣穿 肉飯特董啊 他一定就是愛我的喜歡我的 因為他想逃我歡心嘛 對 彎眼的話呢 你就難捉摸 猜不到要幹嘛 對 他到底是愛慕虛榮 想要去飯店 嗑一頓好吃的 對 想要錢 想要弄我的錢 對 他的衣服比較像 像要騙老農民 這樣好了 應該講說 以自然度來講 這個看起來比較自然 對... 請問你選他的原因是什麼 我本來也是覺得 B的那個穿著 有一點 看起來有心機的那種感覺 是要錢 還是想要怎樣的那種 但是後來聽完他的解釋 他其實對自己的身材 有要求 對 他想要低調 因為他應該是覺得說 他如果去約會 如果穿這樣 會覺得男生就是 只是想要跟他幹嘛 對 不是要了解他 跟他約會啊 什麼他會擔心 沒有要走心靈 對 我聽完覺得 他其實是 一個很正常的女生這樣 我看起來不正常 不是... 他意思是說 他看起來比較像不正常 我看起來不正常 小心 你這還可以 你這還可以 你內湖的路上不行 內湖路上可以啊 不行 你是在玩家嗎 一直玩... 我... 如果他的話 湘南那邊就很適合 對啊 高雄 可是在... 可是在營作就不太適合 對 就絕對不行 對 我要講他懂的那個... 可以位置 他在動野湖可以嗎 太冷 你為什麼選B 因為其實蜿蜒剛出來的時候 我根本就沒有覺得 這一套很誇張耶 因為紫衫這一套 是很漂亮沒有錯 可是如果這去約會的話 我不允許其他人也在看紫衫 如果我們一起坐在那邊吃飯 絕對不只我在看紫衫 所有人都會看紫衫 可是我勾正對你耶 沒有 我受不了別人也在看你 那蜿蜒這一套就很漂亮啊 我覺得沒有...不會很誇張 沒有 就對女生穿著 沒有絕對的絕對 就是各取所好 所以說你們兩個算是平手 不要生氣 而且平手 平手... 而且說真的啦 黃也什麼資格講過我們事情 對啊 他們兩個任何一個 如果要跟我們約會 我們是祖坟鬧齊面 三生有幸 不會 你就算穿羽衣來 我都覺得那個... 穿羽衣很容易 我都覺得很榮幸 對啊 好 也是啦 兩位請坐 謝謝 好 好